春笋素有春天菜王之称 是春天里的最佳蔬菜之一 稀嫩的口感更是让人们爱不适口 本周当家菜就带了两道春笋美味 一道笋上肉浓香适口让人不俗不瘦 而家常小炒桂花笋丝 简简单单清清爽爽 为您带来春的清新 想要挑选出最细嫩最新鲜的春笋 大厨送出独家窍门 想要品尝春的味道 就千万不要错过本周当家菜 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 您现在来收看的就是每天来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索威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现在这个时节正好是万物复苏的时节 春暖花开之际 很多蔬菜水果都纷纷的开始上市了 那么很多蔬菜水果中 我们总是能够发现它的身影 尤其在这个季节就是春笋 春笋是这个季节的时令菜 一般我们在家里面凉拌着吃 或者说煎着炒着吃 或者说做汤瓶菜 都喜欢放点它 特别好吃 那今天给您起来一杯大厨教我们怎么烹笋 而且把这个春笋喷的是有滋有味 一起带来两道菜 谁给咱烹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烹饪大师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丙鸡和饼大厨 欢迎你 好 鸣大厨又来了 哎呦带着呢春天的气息 然后烹一个很有春天气息的食材 春笋 两道菜一起送上 是不是好 呃等着一会儿呢吃大厨做的菜 还有一位盐雅老师做客节目 是我们的老朋友 呃盐雅健康老师 顾平顾老师 欢迎你顾老师 你好 大家好 呃我先问问您顾老师 嗯 今年已经开春了 您吃春笋了吗 嗯 我已经吃过了 已经吃过了 第一次咱们一定要开开些 这个是当季菜 必须要吃的 没错 嗯 我摸它的时候就就觉得很像那个 猕猴桃一样 是啊 毛茸的 对 嗯 我感觉前段时间咱那个冬天做冬笋做的很多的 对 冬笋一般都是罐头的那种方式 是 然后咱们吃的那种 那今天我们吃的这个是直接做春笋 剥了皮 直接取里面的笋肉 对对 呃大厨先告诉我们 哎这春笋上市了 怎么才能辨别出来 哪个是真正的春笋 哪个是比较好的春笋 这个首先呢 这个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长度 嗯长度 嗯 它应该是低于这个30公分以内的 嗯 这个怎么样 这个就有点老了 这个太大了 这眼看就要冲竹子了 对吧 因为它这一截截就已经出来了 这一截这块就飙了 嗯 这个截太多 没错 就这个呢 曾经是它 但是呢 你看现在的样子 口感不好摇起来超粗糙的 粗糙 哎 那除了我们看这个个头和大小之外呢 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方法 给它出 这个 但是这个一定要它包的很紧 包的很紧 哦 螺族的头 哦 发芽了是不是 它有一种有发芽那个感觉 对对 就是说这个笋尖绝对不能外露的 对 没错 就是包的紧紧的这种 你看一个毛皮全猫住了 嗯 光吃里面的嫩嫩 我们喜欢春笋就是喜欢它清脆的口感 所以在购买时选到鲜嫩的春笋就非常重要 今天大厨就教你几招 首先看形状 选择底部呈圆形的春笋 这样的笋肉质厚实 而形状较扁的春笋中间空隙较多 肉自然就比较少了 其次看长度 购买时长度不超过30厘米的春笋比较鲜嫩 清炒凉拌是极品 而超过30厘米的笋 竹节已经开始生长 纤维更粗 更适合炖汤或者烧制 怎么样 您学会了吗 那很多朋友会觉得买张大的特别赚 是不是 好像肉多 确实就是肉多 你看这种笋尖呢 它出去这个笋液之后 它里面的肉很少 这一块呢 它这个 肉厚 你看怎么用 这一块呢 你要用的时候呢 把皮全部都削掉 削取一块 对 去一块之后呢 你可以炖汤或者是烧肉 烧肉 你看这个笋尖呢 现在这些炒的是极品 极品的 脆的 可以切一下看一下 把它打开 笋尖啊 其实吃起来的时候 那个纤维那个质地呢 要很嫩的 吃起来血淋淋的 你看 你看这些呢 都要剥掉的 都要剥掉它 好 其实是很容易去处理下来的 对 这样剥比较快 很多人 我都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剥 对 的确的确 这样子我就感觉大车 但是很迅速 我发情的摆下来了 你们都很简洁 你看 这 惊艳 惊艳啊 我一般都是一层一层 嘎嘎嘎嘎嘎嘎嘎的 一开始不掉这个食材的时候呢 也是一层层剥 而且还很小心 嗯 嗯 这样给它削一削 把这个粗老的皮 是不是 嗯 那在家里可以用刮皮器 我在家用刮皮器 一刮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嗯 那其实大厨 我们慢慢的这个削 把这个老皮削下去就可以了 对 是不是 嗯 因为咱这个要收入 收入吧 可以 这个就把用这一块 也用一下 就是粗老的这位置 也是能用的 可以用一下 对 嗯 好 来回笑一笑它 其实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是 笋和肉在一块搭配 对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食材 这个感觉 但是烧肉是很绝配的 对 就很绝的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相当来讲 是属于是 鲜鱼比较粗的一种 对 笋 它太清淡了 让人感觉呢 就是纤维多 你像北方人不爱吃它 就是一个难咬 比较硬 另外一个呢 就觉得它太刮油了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 反正这种 咬起来粗粗的东西 都适合油水大的 是 比如说咱吃的那些野菜 什么季菜之类的 季菜啊 这个我们的白蒿啊 那些蒿子 一般都喜欢大油顺 哎 有道理 这边呢 大厨给它切成滚刀块 一块块的切它 对 这个笋呢 在制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加工一下 嗯 就是用水这个焯一下 或者是用这个米汤呢 嗯 煮一下 用什么汤煮汤 米汤 用米汤 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这个大米汤吗 大米汤 大米汤煮它能有 这个一个是香 再一个是呢 它就这个能 比如这个用盐水煮 能更快的去掉它这个 这个它这个本身的这个色味 色味 哦 用大米汤来煮它 吃饭就OK的 嗯 好 我们一块块的都是滚刀块 现在这里面就是放了一些那个 一些大米 大米 其实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 把点收纳饭呢 放进我们这个汤里面 一起来焯它就行 所以这个呢 你可以这个 在家庭呢 你可以一次性多买一些 嗯 买一下之后呢 把它削出来 用大块的 这样这样一半一半的 嗯 放在这里面这个煮 嗯 煮它个20分钟 然后你捞出来之后呢 你把它放了行了 放在水里泡着 你随时吃随时 它就不用再体现这个 这个加工了 嗯 这样它吃起来呢 它这个煮20分钟 它也不是说这个 呃 不脆了 还是那个脆性还是有点 嗯 而且它不色 而且它很香 应用于米香味 好 这个笋呢 放进我们的米汤里面 慢慢的去焯着水 大概要焯多少时间 大厨才能把它焯的OK呢 这个 这样切开的话 煮10分钟就行了 10分钟左右 那还是挺久的 是不是 慢慢的焯着 别着急 这边啊 大厨把我们的五花肉改个刀 用五花肉 用五花肉 嗯 刚才老师也说 对 这种鲜微粗的 是 配这个油水大的 配油水大的 嗯 这块是铁大的 而且是五花三层 侧面绝对能数得出来 其实你看啊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 主要的食用菜用的就是春笋 对 春笋到这个季节呢 真的是一个应季菜 我们特别喜欢它那个清香的味 特别喜欢它那个脆脆嫩嫩的 这个最佳的春季的口感 老师你告诉我们 吃春笋 有没有一些自身的不易作用 嗯 应该是有的 嗯 因为像春笋呢 它的维生素含量呢 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呢 春天的时候 我们吃一些食用菜 尤其是像维生素粹 嗯 咱里面的含量很好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春天 这个人的抵抗力 嗯 另外呢 你像这个笋啊 它含的现实纤维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绝对的低糖 糖是非常少的 糖糖的 嗯 所以有很多糖尿病病人啊 都知道 吃这个是可以预防糖尿病的 吃笋类的东西 这个是能够预防糖尿病的 对 所以呢 它这种低糖 然后呢 又可以帮我们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那种筋啊 比较多 所以它可以帮我们刮油顺 哎 刮到肚子里的油 所以这样可以降低体内的脂肪 又是一个能够清肠的好蔬菜 对 好了 这边呢 大厨呢 焯着水的同时 在锅中来一点油 用的是青岛胡姬花的 古发小炸花生油 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因为是用古代鸭炸油的工艺 做出来的 非常适合 加强烹饪 很棒的 好 来一点 我们现在开始 肉炒一下 炒肉 大厨这道菜算是 在南方的一道家常小菜 家常菜 对 好 来回它煸香 把它炒出油来 嗯 把这个五花肉呢 肥肉炒出油来 大厨今天啊 用了大量的五花肉 您想在那锅中啊 那肉看起来 今天咱的笋的用量也比较大 我感觉呢 就是这道菜呢 可能做会总量比较大 大家不用怕这么多肉 觉得油比较多 其实呢就是这个已经相当于我们得吃五六个人的人份 对 而且这个菜呢 嗯 这个也是隔夜的比较好吃 就是能入味入得久一点 做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不吃 第二顿 第二顿再热一页 那它非常的吃味 哦 我现在以前比如说做过一个回锅的萝卜 对 这个也是哈 用第二天的萝卜呢 会比较入味一些 对 那我们这个也是 就是说 它本身这个笋比较难入味 比较难入味 如果有一点的话 它那个味道渗透进去 它会渗透进去 它会渗透进去 而且这个肉呢 这个肉的香味会渗到这个笋里面 会渗到笋里面去了 嗯 很棒的 好 我们这回来回来煸一下它 我们等不了明天了 我们今天就要尝一尝 要尝一尝 一定不错的 我觉得 这道菜你看 我们来回来回煸炒它的时候呢 出来一些油 而这个油呢 能是我们那个笋增香的 增香 对 因为这个油呢 动物的油啊 它是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呢 能够很好的往这个 这个咱们讲的这种比较素的油里面渗透 这样咱们就是说 每次炒菜的时候 先把五花肉煸香 就是让这个植物呢 吸收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味道 所以我们吃起来呢 就更空心一点 好像有了这个肉味一样的 这样来回呢 将我们五花肉呢 给它煸香 其实说起这道南方风格的一道烧菜 还真是以前一个文人 斯东坡先生 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 据说他有这样一个诗篇 特意的再送过 他说这个无肉令人瘦 对 无竹令人俗 若想不瘦又不俗 天天就吃 俗烧肉 你看 就是说他个人呢 我真的觉得他俩的搭配 是一种绝配 是一种绝配 真的 苏东坡老先生爱吃的这道菜 没错 每一次吃完这个菜都是师性大发 这说明这道菜 这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 没错 但您说回来 我真的觉得 苏东坡老先生还挺爱吃肉的 挺爱吃肉 很喜欢五花肉 对 五花肉 东坡肉 东坡肉 是不是 他很喜欢 方名的东坡肉嘛 没错 没错 我们的五花肉已经煸的差不多了 您听到了 这个油渗出来特别多 滋滋啦啦的 油滋滋的声音 我们这肉比刚才要干那么一点点 好 给它单独取出来吗 这个肉要 取出来 放到一边 给它备用 再留一点油 留一点就行了 不要太多 炒这个糖色 要炒糖色的 对 我觉得这个烧肉也就无非 就直接来烧就可以了 咱炒糖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大厨 一个是让它颜色好看 更加的红亮 再一个是让它有个甜味之后 吃这个肉 不至于那么肥腻不腻 可今天您炒糖色跟以前不太 以前就是用白砂糖 今天用冰糖来炒 冰糖炒糖色 跟我们白砂糖 它比白砂糖要好 因为它冰糖 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它炒出糖色来 做出来的菜比较亮 比砂糖又亮 就是说它的颜色更透一些 对 用冰糖来炒糖色 那我们这个如果说比例的话 糖色和油的比例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1比1吗 1比1 糖和油是1比1的 你看这锅中你这个油是多少 然后你选择用多少 用多少糖 冰糖比咱们的白糖又多了一份原料 因为冰糖它是良性的 配我们这个葱笋 还是非常合拍的 一个凉的 一个凉的 再加上一个清爽的 因为咱们的葱笋是比较清淡的 清淡爽口的味道 所以应该配一些这种清凉的冰糖 如果用红糖的话 就比较苦了 没错 其实大厨你看您在这边 来回脚踏的时候 这个颜色也在微微的变化 因为从慢慢的白色的冰糖 变成红颜色的冰糖 是 这个炒糖色 其实应该是一个挺难的过程 大厨 您告诉我们 来回炒它炒到什么程度是咱想要的 就是糖完全化掉 达到你想要的那种红 发点深黄 带红颜色就行了 带点暗暗的发红的感觉 现在它就在上色了 您现在这个活力是很小 很小的 你看我们这个糖现在有点开始变得沙状了 来回的脚踏你看到咯 现在我们整个糖色已经炒出来了 那个颜色是暗暗的 不像我们平时的时候 拔丝的时候做那种糖色 对不是那种焦骨的颜色 而是发黄和 黄和红之间的那种 直接就把我们的肉放进去 放进肉 加点香料 香料 你先来用的是八角 包括一些麻椒 还有干干的辣椒 干辣椒 桂皮 还有蒜档都有 再加点酱油 这还有再加酱油的 再加酱油 这条菜的口味看起来是很重的 这个已经要准备好米饭了 没错 来点料酒 酱油呢 刚才用了一汤匙半左右 然后再来点料酒 这都是后来再喷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做这道菜 你看这时候加汤 但是我们的笋还不放进去 是担心它煮久了会老吗 还是说怎样 不会不是 现在也可以了 现在煮的差不多了 现在可以了 我们的笋是用大米稀饭来煮的 因为是有点点米汤 多色的 以后我们尝一尝 这样子煮出来的笋 它那个笋本身有没有一些本身 自身的清香味 再加点特别的味道 对 因为笋大家都知道 它的草酸和柔酸的含量 都是非常高的 就是一些质酸味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会给笋带来那种独特的色 非常非常色 所以我们最好经过焯水 或者用米汤煮 用这种方法就去除一下 去到色味 好嘞 现在我们的春笋已经焯好了 接下来 大叔 我们直接放在锅中来烧 放锅里烧行 可算等到这个步骤了 因为总感觉这个笋碰不到肉这一刻 我们这个美食就距离它特别远 所以说现在我们把笋放进去 再反反复复地烧 烧多少时间 我们就能够烧出我们想要的味 烧一刻钟到二十分钟 就这样子大火烧起来 好 大火烧上它一刻钟左右 一会咱就开饭咯 好嘞 现在我们看到锅中是红彤彤的 我们的笋包括肉都是红亮的颜色 估计是糖色起了作用 是啊 它不是发红 而是发金黄色 的确 而且出锅前你还来点生抽 让它颜色更加的漂亮 这道菜不好吃如怪了 你看这颜色 金黄金黄的颜色 赢在外形上了 而且这道菜其实 香腕扑鼻 没错 虽说名字是一道家常烧 但是其实做法挺不挺 挺麻烦的 立定的炒糖色 而且种植一变变的 还用用米汤来反复地焯我们的笋 看到这一刻 就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它吧 红亮红亮的笋 配着烧肉一起下去 来 尝一尝了 甜甜的 而且笋香之足 不过它给告诉你 咬这道菜的时候 千万得顺着往路咬 不然容易塞牙了 它的纤维就体现在这了 但是笋的清香味依旧在 非常清爽的味道还在这 咬完之后 里面的笋味 就在里面 一点没被这个汤汁 或者说我们整个这个肉香 有破坏掉 对 很清香的 好吃 一道家常的菜 笋尖 还有我们刚才这个笋根的位置 都用到了 一点都没浪费 正好是一个时令菜 希望你在家里面的时候 也能试一试 今天既然说是当季的菜 还有一道菜品 我给你送上 也是用春笋做的 这个什么呢 桂花笋丝 桂花笋丝 这个是把笋切块 那个是要切丝了 切丝 如果做不好的话 那个纤维容易牢 不容易咬 怎么做才能好吃呢 一会儿 别拿出来告诉你 欢迎回来 这里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 本周当家菜 刚才这道菜笋烧肉 出来的一个颜色和味道 真的是堪称一绝呀 冠主的苏东坡先生 特别喜欢吃它 而且也是用诗篇来 大肆地称赞它 赞美它 不过呢 我觉得今天第二道菜 做笋丝了 一定也错不了 是不是 因为这个笋 它本身它比较嫩 如果做了笋丝的话 我们是凉拌也好 还是炒着吃 它都体现出那个嫩嫩的感觉 是 大科您告诉我们 今天咱打算怎么做这个笋丝 做一个跟鸡蛋黄一起炒的 这个叫桂花笋丝 桂花笋丝 有桂花香的那种 这个没有桂花香 只是炒出来之后呢 形象有点像桂花 形状像桂花一样 对 是那样子 那咱们现在开始准备 处理一下我们的笋 这个笋呢 就是刚用刚才那个 大米煮出来的那个 还有点大米粒 没错 其实炸一闻这个笋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季节呢 笋的这个味道 就代表着春天的味道 对 就是那种雨天啊 泥土里面散发出来那种春的气息 特别足的 那大厨咱用这一块 然后咱用这个根部吗 没有笋尖 这个没有笋尖 因为笋尖呢 它不好切丝 它这一块太熟了 就用这根部这一块 根部 然后你给它 这只给它从外头往里面片 对 这样这个丝呢 能切的这个多一点 薄一点也是 细一点 如果你要这样切的话呢 这个你取不到多少肉来切丝 因为到了这个里面这一块呢 可以切不成丝 空心了 空心 嗯 哦 到里面的时候 可能就切成一粒粒的那种小粒了 就这样顺着它呢 嗯 这个往下片 这是一个拱形 你从这个拱滑滑滑滑到这边这个拱 嗯 这边这个拱 然后呢 中间这个位置还能用得到 所以说中间那位置自然就成丝了 对 这需要一定的刀工 也需要你的刀快一点 对 主要刀刀要快 没错 然后呢 我们给它切成细丝 你看这样子 我们切它的时候 现在容易一点 对 就是耳关的这个 出的出菜的这个 这个成料不要多 嗯 不浪费 对 对 而且造型好看 对 里面都是长条 嗯 好 现在所有的笋丝都处理好了 你看到了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里面这个芯呢 也能用得到 好 那大厨 咱接下来怎么做 桂花摄丝呢 这个打鸡蛋 嗯 你这是用了三颗鸡蛋 对 三个蛋黄 三个蛋黄 嗯 这个呢 只用蛋黄 蛋清就不用了 蛋清不用了 哇 只用蛋黄来做这个 对 嗯 把蛋黄都取出来 用这么多大量的蛋黄吗 对 好 那这个蛋清留下来做别的美食 做别的美食就可以了 哇 这个蛋黄颜色真是够黄的样子 嗯 加点盐 嗯 然后把这个冷酸的放进去 直接放进去 对就像我们打鸡蛋跟它一起来打一个样子 对 哦 直接搅拌 我们做这个样子最后的时候 是什么样 我哪里想象 因为我要炒笋丝 我以为是那种轻炒的 以为是蛋那种 对 笋丝条加炒鸡蛋一样的 对对对对 嗯 还是什么宣经我们还不知道 而且大厨只用了5克蛋黄 没用别的 对 放了一点点盐 没错 这样来回的搅拌一下它 你看哈 我们这个笋呢 蘸了一点蛋黄之后这个表面 这个黄亮的真是 好嘞 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蛋黄和笋呢 再让它这么相互的浸泡一下 观众来点油 用的是青岛湖姬花的 古法小炸花生油 它是用古代鸭奶油的工艺 做出来的 浓浓的花生香味 非常适合家庭烹饪 好 还不知道究竟今天要干嘛 大明明这是算划一个锅吗 之前划一个锅 划一个锅 这个主要是目的 就是让它别沾 不沾锅的 而且油要要少一定要少 就是咱这道菜 就是说所谓划锅 剩一点油就可以了 对 不用说再加别的油 不用加 好 直接摊进去 你要做成一个大饼状吗 炒 是炒的 大叔今天 神情太成自作的样子 好像很有谱 对 但我和郭老师在这旁 总觉得这道菜 是个没谱的菜 看起来 我以为摘个鸡蛋饼 也不像 也不像 就是猜也猜不到的 究竟要做什么事 他说您炒着 我先问问郭老师 郭老师您说这个笋 是一个实陵菜 您告诉我们 吃它有没有一些 独特的营养 有些不易的作用 一般像笋 我们上节 给大家讲了 它的高纤维 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 可以让我们的食物发酵 所以它有润肠通变的作用 另外近几年 我们发现 笋其实有很多的矿物质 还有很多的多糖类的东西 对面很有好处的 比如说像毒笋多糖 是能帮助我们预防糖尿病的 这是一种单独的物质 对一种物质 另外你像毒笋里面 还含有我们一种防癌的东西 所以现在毒笋又被称为防癌食物 还能防癌的竹笋 还能防癌 对 你像它的锡元素 还有褶元素 都是比较高的 这两种都是抗氧化 防预防癌症的 所以现在 它又把它称作抗癌一线菜了 你看其实以前 竹笋在南方 是一个南方的家庭的小菜 非常常用的一道菜 现在说到北方 我们一直喜欢它 特别的口感味道 第二可能也是现代人 现代人 很需要它 研究出它的一些营养的成分 究竟有多少 扣除我们中医以外的 我们那些现代营养的 那么有一些成分是很好的 所以就开始用它了 的确 可是我们这边在聊天 大叔这边炒得 炒得很开心的 大叔 大叔告诉我们 你在炒它的时候 我感觉有点干了 你就这么干炒吗 对就是干炒 就这么干巴巴的炒 对 你用那么少的油 把这个鸡蛋都已经 炒到这个 干香了 干香了 而且像是都 像鸡蛋的末一样 粘在这个笋丝上面 你不觉得很像桂花吗 桂花开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小样 明白了 原来我们刚才这个题目是 桂花笋丝 就是炒出来这个状态 真的像桂花 是啊 我们这个盘子中 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春夏之交的景象 桂花笋丝 这说的大叔 还真的是一道像鸡蛋菜 很像桂花 很像桂花 因为八月的时候桂花香 是金桂 那种金色的那种桂花 非常非常像这个面 我们这个蛋黄之所以要只用蛋黄 就是因为要出来桂花的效果 对 小铃铃铃 对 是切好的火腿丝 火腿丝 好 家常的小菜 这道菜真的太家常了 也很简单做起来 非常简单 就是 然后提提色 看着颜色也非常搭配 好了 可以了 看到了一道家常的小菜 桂花笋丝 一听名字就觉得特失忆 而且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菜的时候 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毕竟是一个做法简单 而且吃起来应该很家常的味儿吧 是不是呢 咱们一起来验证一下 万一有吃这个菜 我觉得一定把这个火腿丝 搭配进去一起 淡香超足的 非常清爽 这道菜呢 如果一条链的话 加点那个干贝丝 炒的时候放一些 非常好吃 很好吃 这道菜你看看起来 这种平常味道还不错 嗯 最主要是突出的干香 嗯 干香味非常浓 尤其是鸡蛋的干香味 对 而且吃在嘴中啊 你都忘了这个笋呢 我们用的不是笋尖 好像是 出来笋尖那种 轻轻爽爽 嫩嫩的嫩牙那个感觉了 很香 我就是因为切的很细的关系 对 其实你看 今天大厨带来这两道 跟我们春色有关的菜呢 一倒是 就是能上宴会的那种 大菜 大菜 对 带肉 红烧肉 一倒是 小的这种家常小炒 对 老师您说说你个人最喜欢哪一道 嗯 我比较喜欢这个桂花 桂花的这个 对 桂花笋 那么它看起来呢 很简单 在家里操作也比较容易 但是做出来有别样的味道 那大翠想跟你说 刚才第一道菜啊 第二季前朋友们 如果没吃过 真的是人生的一道汗事 太遗憾了 这些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那个甜甜的味道 很棒 让我们彻彻底底的享受到了春笋 带给我们的那种终极的快乐 谢谢今天饼厨带来这么好吃的春笋的菜片 谢谢您 也希望您经常做客节目 谢谢 也谢谢顾老师 细心的讲解 谢谢您 感谢您的守候 感谢盛斯特橱柜 感谢日本卡的宝桃锅 感谢秀者庄园提供的有机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商 清脑胡气花的 古发小炸花生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大嘴 我们下期见个青春蛋 本周当家菜 不见 我是阿龙